大家好,我是徐广彤 上期提到草种金鱼的草字从何而来 这种鱼本名叫金济鱼 之所以俗称草金鱼 是形容这种鱼在园林水系中随处可见 像野草一样蔓延生根,遍地生长 而且草种鱼皮实耐活,适应力强 又像草根一样,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春风吹又生 另外,草种鱼地质廉价 又像草民一样,低微平凡,普通无奇 你看,这个草字多少带有贬笋和鄙视的味道 就这,北方人还不满意 把不值钱的草金鱼叫做金鱼 那为什么要带个儿话音呢 我们下期接着聊